SawDiKa Pong Joe 现在肚子饿 所以停在路边找个地方吃东西 我现在人在这里是苏孔V路上 而是靠中天海滩这一段 这里有间家具行 东西可真多啊 其实沿路往南 苏孔V路上有很多的五金行啊 超市啊 家具行啊 还有骑重机的很多 这里周末很多人会骑哈雷 一路往南往Rayon那边走啊 好就吃这间餐厅 Better Butter 这个餐厅叫ReMai 而隔壁有一间咖啡厅 连在一起的 应该是跟这餐厅同个老板吧 隔壁的咖啡厅叫Better Butter 这个名字还挺好的 而这间叫做ReMai 它在旁边就像一个水上餐厅一样 但其实就在一个小湖边吧 这是他们的Canon 甜点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味 有冰品啊蛋糕 还有这种馅饼之类的 泰国的馅饼其实都很好吃 而且他们饮料的图片 看起来都挺漂亮的 这就是泰国 对这个就是咖啡厅 Better Butter 所以你来这个餐厅可以吃饭 也可以喝咖啡 还有个小湖边 还有些伴手礼 说是湖其实就是一个小水池 小池塘 而池塘边就像水上人家 我们来看看Mani 好啊这个是猪脚饭 泰国的猪脚饭最好吃了 小份70块大份80 加克鲁蛋加10块 我来拿一瓶珍奶好了 嘿嘿 结果只能喝开水跟蜂蜜菊花茶 喝不到珍奶 我的腿库饭来了 这腿库看起来就很好吃 有瘦的有肥的 重点是它不油腻 而且你一定要搭配泰国的这个 我还点了一个腿库面 这就是我们的餐 在泰国吃的腿库饭 一定要加这个醋辣椒 这汤汤水水 加上去会非常的提味清爽 还有他们会附那个生辣椒 跟生的小蒜头 展震混在一起吃啊 就是爽 往中天海边跟帕泰拉方向回开过去 在泰国租摩托车一个月2000泰铢 也可以买二手的 中天海带这一带有非常多的 法朗跟俄罗斯人都住在这里 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白人的世界 而前面这栋呢 Riviera就是很多俄罗斯 住在这的condo 在condo现在还很多空屋 有卖的有租的 中天海滩这一区 如果你要到帕泰拉 差不多是三到五公里远的距离 所以你要不就有车 要不就是摩托车 所以这里就基本上是白人的世界 看不到什么华人 而中天海滩跟帕泰拉 你往内路走啊 那边有很多的房子 就是所谓的地上房屋啊 那里有非常多的白人也住在那儿 而那边的别墅是一间比一间特别 很多社区 所以你到那边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曾经在里面绕到某一个路段 在某一区啊那边全市的澳洲餐厅 就是澳洲佬的聚集地 在那边的感觉也非常的异国风情 就是很澳洲的感觉 所以你们看得到中天这一区到帕泰拉拉 到处都是condo 所以这里的房子是供给大于需求啊 所以在泰国你说要炒房没有意义 房子就是拿来住的 所以在那边租房买房价钱都会很friendly 非常的亲民 也因此啊会来这边长期度假或移居或养老的人啊 这里的铜臭味就不会那么重 所以也就所谓的物以类聚啊 刚像你们看到我一路开过来 这边零零种种的condo 那个价位多的不得了 有的价位是从3000、4000、5000、1万、2万、3万、4万的都有 选择性太多 所以你在帕泰拉拉或中天如果租到5,000、8千、1万 你已经可以租到一些很不错很舒服的condo 而眼前这条马路左转有一间很酷的健身房 里面的人身材都练得很好 男男女女 气氛非常有意思 而眼前现在所看到的是Hoss Hotel 它是饭店但也是resident 就所谓饭店式公寓管理 所以这里是可以长期出租的 而它这里面的采光设计都很现代 采光很棒 而它的公设游泳池停车场 你走进去的feel就是很好 而如果来这边住饭店 它一晚也就差不多1400、1500块泰铢左右 而且你们看到它的设计 对于外国人来讲 他们就是很在乎落地窗采光好 而且一定要有阳台 是念光念上太阳 因为那是人的一个 对于大自然的活力跟朝气的一种感受 反观华人就是未光闭光 躲在阴暗处白天要开灯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文化不一样 在台湾大家都把阳台留给洗衣机跟晒衣服 还有什么堆东西吧 所以我对于很多台湾朋友跟网友的建议 如果你们有打算来这边是长期居住或宜居的 哦 蜡笔小心耶 哈哈哈哈 淘气版 先来这边多走多看 而且一开始用租的 因为你可以换很多地方 你就可以去亲自去感受去体悟 因为在泰国有许多的区域 他们的生活方式跟目的都不同 所以唯有你自己来这边 花点时间 亲自感受 你就会有你的想法 而白人嘛 他们的天生和文化就是很勇于冒险 包袱少 机动性强 所以这些地区都是白人走出来的 就跟巴厘岛一样 巴厘岛是西明阳 还有乌布都是靠白人走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人生可以不妨改变一下态度 就像白人的拓荒精神 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多 不用做那么多功课 你就直接去走 直接去看 用自己的感知去感受 不要再做一堆功课 再问一堆人了 因为最终的结果跟答案都大同小异 所以华人就是没有创意 导致华人的世界很无聊 又很压抑 大家都不太快乐 因为大家都一样 过的生活也都一样 价值观只有一种 所以像我周末放假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像现在一样 乱走乱开 毫无计划的目的 随走随看 且走且看 有时候就会自己发现 让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或去世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非常好的玩法跟旅游的方式 像我现在就来到一间 我从来没有来过的 叫什么 Oxygen Beachfront Oasis 我也不清楚这间是餐厅 还是咖啡厅 反正就是带着那种 好奇宝宝婴儿般的心情 来到这边感受一下 Oxygen Beachfront Oasis 总之你就觉得很漂亮 反正他们的设计就是很大气 很能融入于大自然 不会让你有违和感 所以咱们就进去 瞧一瞧呗 有些 Namaste在等车吧 哇 我喜欢这种feel啊 呵呵呵 Unbelievable 这就是泰国 你处处有惊喜啊 I'm your oxygen 对 你就是我的氧气 泰国就是我们的氧气 而泰妹就是我们的存氧 对吧 兄弟们 台湾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所以一定要来泰国禁费 进行一下 我才不相信你会进行 Oh my mommy 这里也太舒服了 你看这些大树啊 草地啊 还有他们的建筑设计啊 这种通透感 就让人心旷神移啊 好在我有带笔电出来 所以待会我可以干活上工 继续写脚本给客户 这里有存氧 所以我的脑袋 应该思绪会非常的好啊 咱们就走进来看看 他这边座位区的风格太多了 所以你来这边挑位置 你还得花点时间看一下 有吧台的啊 有冷气的啊 还有这个 是给我泡汤吗 Oh 看了就觉得好凉爽 现在气温32度 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现在下水是多舒服吗 而你们看他的menu 人家的menu就是美 你们怎么说 座位区那么多 今天是周末 怎么都没什么人啊 但我就喜欢这种空间感 因为就像你自己家的后花园 咱们来看着水凉不凉 哦好凉啊 好爽啊 好啦各位先聊到这 我要先找位置 要有插头 有风扇的地方 所以大家平日愉快 We love Thailand Bye by bA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